平農有車主違規 小貓被員警要求停車 藍查的車主不願意停車 還加速逃逸 當時員警在後頭騎車尾隨 同時也通知支援警力展開 圍捕 最後是在嫌犯停等紅燈的時候 遭到員警前後包抄 壓制在地 黑色小客車紅燈左轉 員警按喇叭要他停車 但是小客車不理會 加速離開 小客車的駕駛 拒檢逃逸 員警在後頭猛追 趁停等紅燈的時候 前後包抄 沒想到小客車的駕駛 竟然還想汽車逃逸 小客車的駕駛被當場 壓制在地上 警方說這名男子 在屏東市自由路 違規紅燈左轉 員警發現要上前盤查 如果駕駛拒檢 還開車逃逸 警方在後頭猛追 從屏東市追到林若 一共追了五公里 嫌犯騎車逃逸被員警 當場制服 該車借著警方上前 就加速逃離現場 員警立即通報 線上警力攔檢微捕 最後在林若鄉中山路段 將其攔下盤查 並查過三級毒品 警方除了將嫌犯壓制 也在他的車上 找到Ketamine毒品 嫌犯共稱 因為車上有毒品 看到警察攔檢 怕被抓 才會逃離現場 沒想到 還是落網 警方在詢問之後 也將這一名嫌犯 移送法辦 記者林安平屏東報導